为深耕花莲地区的亲子教育拓展民众的视野 花莲新政府在县府大礼堂办理了学习陪伴 建立亲子健康甜美关系的讲座活动 特别邀请在亲子教育领域当中 享誉盛名的亚伯拉罕英语学院创办人崔庄琪女士前来演讲 有多达上百位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参与 县长徐真卫也全程听讲 期盼崔校长透过经验的分享 引导父母对孩子建立思考负责自律的思考模式 让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才 为深耕花莲地区亲子教育拓展民众视野 花莲新政府并且在县府大礼堂办理学习陪伴 建立亲子健康甜美的关系 亲子教育座谈 县长徐真卫表示自己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所以相当重视家庭教育 倘若家庭状况不稳 社会也会难以保持稳定健康 没有人生就会当好爸爸好妈妈 孩子不是出生就会自己长大 大家必须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 教导孩子们正确的观念以及态度 而且要适时做好进修 以及更上时代变迁脚步 到人装备完备 才有足够的能力装备孩子在这样的家庭困境当中成长 未来才会成为社会的栋梁 学校长在担任校长之前 也是个妈妈 而且全职的妈妈 另外她也看重陪伴了她的三个孩子 不是 我的一个孩子 是我度过我的三个孩子 所以她觉得其实对于教育 跟花莲县政府一样 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视教育 而家庭教育中心承载了零岁到一百二十岁 所有全人的发展以及全人的教育 所以无论是婚前的教育 我们的预约幸福 再到婚后再造幸福 再创幸福 那现在我们要更往下延伸 更往下延伸到郭高中 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的好朋友 再来就是再往下延伸 我们的零到二岁 甚至二到我们十三岁 十五岁 所以在这里无论是我们妈妈 你的胎教 这是我们重视的 第二个零到二岁学以前的教育 其实妈妈没有先修班 即便是你学太多了 但是娃娃在你的前面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照着书走 因为娃娃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特性 而也是老天爷送给我们 最名妙最名妙的生命的宝贝 所以这个孩子我们会跟他成长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我们都以孩子为师 让孩子跟我们一起来成长 而因为孩子 我们又有我们自己人生的资历 不断不断的跟着看着孩子 陪伴的孩子 而如何陪伴的孩子 那就是一个技术 那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 讲座结束之后 家庭教育中心制作五十本 崔尊起校长制作的陪伴教养学 给在场民众 并且在讲座结束之后 办理签书会 为活动画下原本的据点 花园线家庭教育中心主任李嘉宁表示 青植教育系列讲座 下一场是7月4号 上午10点 将在全球独经教育基金会 独经教育宣导讲师 刺激方女士来分享 开发儿童学习潜能 独经教育必要性以及重要性 宪负也提供报名专线 03-856-9692 届时也欢迎民众前来聆听 记得就关于华彩报导 有点兴趣